最近上网搜了一下 有任何说法说是 面粉更适合烫伤急救 是真的吗 肯定不是真的 嗯 好了 他认为这是假的 那我就得认为是真的吧 哦 为什么 就为了跟他对着干 就这个 有没有知道的 没有 好了 那没有知道就这样了 就这么地吧 两位嘉宾都先把答案给出来 就这样吧 试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短片 用面粉更适合烫伤急救 是真的吗 面粉是老百姓 再熟悉不过的食材了 心灵手巧的中国人 用面粉可以做出 各种风味独特的美食 但近日 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 面粉不仅可以用作食材 竟然还有治疗烫伤的妙用 烫伤用面粉试试 在面粉里放一会儿 不会留疤也不会起泡 刚才手被锅的蒸汽烫了一下 马上抓了一把糊上 几分钟一点都不疼 更有网友总结出经验 烫伤后使用在冰箱里冷藏的面粉 效果更佳 每次不小心灼伤自己 我就用面粉敷 用冷藏的面粉比长翁的面粉 效果更好 夜时间 这个治疗烫伤的妙招 在朋友圈中广泛传阅 网友们纷纷收藏备用 某公众账号 关于面粉治疗烫伤的文章 阅读量甚至突破十万人次 上千人点赞支持 同时也有网友站出来持反对观点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使用这个方法 面粉治烫伤简直一派胡言 大家千万别相信 还是老老实实拿面粉去包饺子吧 我妈妈义正言辞地说 今后烫伤用面粉敷 哪里看来了 朋友圈 我妈妈也是看啥信啥 一秒洗脑 用面粉到底能否治疗烫伤呢 为了了解事实的真相 记者来到了北京市急救中心 寻求答案 急救中心的专家告诉我们 想要知道面粉 是不是治疗烫伤的最佳选择 首先要看面粉的特性 能不能满足烫伤急救原则的要求 那么烫伤烧伤后的急救基本原则 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生活中 要是出现了烧烫伤 首先切记第一步 就是迅速降温 因为80%的烧烫伤的损害 都是由瞬间的余温蔓延造成的 那么烫伤之后 在短时间内 不能够到医院得到专业救治的话 那么这个烧烫伤的伤口 也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 消毒抗炎的处理 如果这个过程中环境比较脏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 要进行一些遮盖 防止它树心的污染 按专家的说法 治疗烫伤第一步 应该马上降温处理 那么面粉是否具有快速降温的作用呢 大家平时最常用的烫伤降温的方法 是用自来水降温 我们决定就用自来水和面粉 做一次对比降温试验 首先 记者准备了两个同等大小的烧杯 然后分别加入了相同体积的自来水和面粉 之后在两个相同的杯子里 各加注了等量开水 这时可以看到第一杯热水的温度是82摄氏度左右 第二杯热水的温度也是82摄氏度左右 接着分别将杯子放到成有常温自来水和常温面粉的烧杯中 一分钟过后 杯里热水的温度会有什么变化呢 时间到了 记者分别给两组杯子里的热水测量温度 测出在自来水中的热水 此时温度是37度左右 那么用面粉降温的热水温度 会不会比37度更低呢 温度计最终显示温度约为64度 由此可见 实验中用常温自来水帮助降低了45度左右 而在常温面粉作用下 仅仅帮助降低了18摄氏度 从实验看 面粉的降温作用显然不如常用的自来水 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点因为它是粉末状的 它的热容比较低 也就是它只能带走比较少的热量 水呢它是在几乎所有物质里面热容是最高的 第二点呢因为水是可以流动的 哪怕是你放到水盆里面 水收热以后它也会发生对流 所以降温效果更好 那么网络上这种说法的存在 是否是因为面粉具有消炎杀菌 或是保护伤口的作用呢 面粉长期的储存有可能里面会沾染一些细菌 霉菌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满虫 那么盲目地使用面粉会造成创面的感染 还有一点呢就是面粉它作为一个带颜色的东西 会把这个创面的实际情况给遮盖掉 在就医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张克医生 他对创面的判断 由此可见用面粉治疗烫伤的方法并不可行 那么在生活中不慎被烧伤或是烫伤 应该采取什么急救措施呢 总结起来烫伤的急救呢 就是烫伤之后要降温 冷水冲洗十几分 食品药物别瞎抹 保持清洁才是真 通过刚才这个视频 我们会看到面粉更适合烫伤急救的说法是 假的 假的 他手是突然间 没事 他手是突然间